本田老刘 这个发动机认识吗 这款发动机 是您派的啊您派1.8的发动机 有人可能会感觉这个跟 2.0窒息的发动机有点像啊 像八代雅阁啊 九代雅阁呀 他有一些crv啊 这思域啊绝德呀啊 这款1.8发动机跟2.0的真的是一模一样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跟他的数据是不一样的啊 不管他是怎么来的我们就不说了啊 但是这款发动机的稳定性是非常牛逼的 他的燃油经济性也不是很高啊 他的优点也有很多 他的优点就是 不容易坏 特别稳定 非常稳定 基本上没得坏的啊 链条 链条也不会拉长啊 可以用终身啊可以用终身 然后 发动机上呢 也没有什么 通病啊 也不需要更换什么 只要定期的更换一下火花灾啊 火花灾在这里面啊 四个 十万公里 十万公里进行更换一次 然后主要是洗一下就去门啊 这个车就OK了 这个声音听一下这个声音 冷静里快点 烤死了 烤死了 看一下公里数 其实这个链排 它有两个动力总成 两种配置 1.8配VT 1.8配CVT 啊 其实 一个机构 那叫机构7 我们叫啊 这款车它的优点很多 缺点 怎么说呢 缺点VT的那款 可以VT的那款 燃油经济性稍微差一点 配CVT那款呢 就是燃油经济性就比较好了 说明一个一个变速箱啊 对 对这个油耗啊 燃油经济性这一块啊 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啊 发动机也是一部分啊 变速箱也是一部分 对 这都是影响比较大的东西 然后我们说一下 这个1.8可以跟2.0是 一样的特性啊 但是 1.8呢 用在这个车上 它的抖动不是很明显 但是 呃 开过2.0呢 8代雅阁啊 一些 9代雅阁啊 9代雅阁啊 9代雅阁还好了啊 特别是8代雅阁跟CRV 啊 呃 抖动就 特别明显啊 特别是这个方向盘上面 手感上面 很明显的抖动啊 这个就是这款发动机的一个特性 这个 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啊 如果说 时间长了 抖动 厉害了 啊 检查一下你的发动机前支架啊 记住啊 前支架 啊 一定要用原厂的啊 它可以很大程度上呢 缓解这个震动 带不来百分之一百消除 没办法消除 声音还是不错的啊 这款发动机的缺点呢 缺点也很明显啊 呃 单顶支突然轴啊 单顶支突然轴 然后马力还特别小 这款我们来看一下它马力多少 一百 一百零二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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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以 1.36 算一下啊 多少匹马力 我们 我们大名鼎鼎的神车GK5 1.5的支析 就达到了96千瓦 96千瓦 比这个只小了六个千瓦 那个GK5那款车呢 发动机比它要优秀很多啊 但是它的优点呢就是耐用耐操 不烧机油啊 随便你怎么开 优点也挺好 缺点也很明显啊 缺点也很明显 缺点也很明显 每款发动机都这样啊 各有它的优点 没有它的缺点 这款发动机用了还是比较多的啊 啊 像这款就是GK5 还有GK7 那个就是5AT 啊 这个就是CVT 发动机一样的 这款发动机用的时间很长了 啊 看一下隔壁这个车 你火车换好没有 太紧好了 最后一个 这款发动机我还比较喜欢的 二代飞度啊 二代飞度风范 我用了这一款1.5 1.5支7的 8 应该是88个千瓦的 88个千瓦 是吧 88千瓦的 所以说这个技术在革新啊 发动机功率是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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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